Hello,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欢迎大家准时参加我们每周六的教育夜现场 我是Enlighting Education文区办公室的Lindsay,今天由我代班主持 大学读什么专业是很多学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教育话题 因为它不仅关系到未来四年大学里的学习,更关系到今后的就业和职业发展 对于学生个体来说,选对一个适合的行业去发挥自己的潜力和特点 比盲目的去学所谓的热门专业要更有意义 那除了备受追捧的CS专业,那还有很多其他的STEM专业也是非常受学生欢迎的 在高中阶段呢,不少学生对比如说生物、化学、物理等非计算机的学科产生兴趣 这些非计算机行业的STEM专业未来的职业发展前进如何呢? 又该如何规划,怎么申请呢? 今天的讲座就由Enlighting Senior Consultant Thomas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 计算机之外的火爆STEM专业有哪些?欢迎Thomas老师 好,再次感谢Lindsay的介绍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其实就是像Lindsay所讲的 我们就要谈一谈一些非计算机的一些STEM专业 那么也谈谈这些STEM专业的这个未来的发展 其中谈发展阶段我也会谈一谈这些专业 其实到底在大学学什么 那么学了这些专业之后未来能做什么 以及一些这个STEM专业申请和规划上的一些建议 首先的话呢,这个STEM专业的话我觉得 还是一个如大家所知的 它当然是一个未来还是非常紧俏的一个行业 很多这个家庭呢,现在我知道尤其湾区的家庭 其实这个很热衷于STEM当中的其中一个方向 那也就是我们而熟能知的这个CS方向 但是其实STEM还是一个很大的分类 那除去计算机行业之外 整个STEM这个行业当中呢 根据美国劳工部这个2021年的2031年 这个指飞预测来说呢 还是非常的这个稳健的 非常的强劲的 大家可以看呢 就是说那么如果全美来说 就是STEM专业和非STEM专业呢 从2021年的2031年的 它的这个百分比的偏换 全部都加在一起 是百分之五点三 也就是说从2021年 从去年到2031年这十年 这个这些职位会新增百分之五点三 大家看到这个边上这个数字啊 这个比如说现在的employment是多少呢 这个是以thousand为这个极价的 并不是大家看到这么少 这其中啊 大家如果细分开来 你会看到就是说STEM专业这个增长 明显好过非STEM专业 是这个可以说就是说 这个STEM专业的这个职业增长是倍平均的啊 这个STEM专业就平均下来 Average下来的话 会增加11%的这个就业机会啊 所以呢 如果您的孩子可以做STEM啊 那么不管从就业还是从薪资起来说 还是比较这个有保障的啊 这个是一个啊 基于美国劳工部的数据分享给大家 也是提振一下大家的士气 那么当然了STEM专业毕业起薪高 这个也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些问题 对吧 那么我们很多家庭选的CS 是因为它的起薪很高 做Software Engineering 但是呢可能最近我们为什么做这个话题呢 也是最近我们越来越多的得到一些家长的一些concern 他们认为呢 Software Engineering是不是有些饱和 他们可能听到最近这个弯曲的大厂 这个进行了一些裁员 对吧 但事实上如果您在这个行业 您应该知道 其实在大厂裁员之前的话 其实中小厂已经开始裁了 尤其是一些不盈利的创业公司 那么裁的呃 要比大厂要早多了 对吧啊 那么所以这个综合起来的话 很多家庭就说 哎呀我们的孩子 这个学了Software Engineering 学了Computer Science 这个未来这个工作 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所以要不要谈一谈别的STEM专业 那么这也是我们讲的 这期讲错的一个初衷 那么我们看到从Glassdoor 这个高新专业排名当中的 Computer Science 当然是比较好的 或者是最好的 除此之外的话呢 其实其他一些专业呢 其实也还是不错的 他们的起薪会低于 Software Engineering 但是呢 就Avert来讲 他们的起薪 其实和一些非大厂的 这个程序员的话 其实起薪是差不多的 我们的孩子 这个学Software Engineering 学Computer Science 能见大厂 他的起薪这个包裹高 一方面有的base高的原因 你还有一方面 因为他有这个RIC 有这个股票的收益 这也是大大增加了 他的总的这个package 但如果孩子没有去到一些 这个真正股票 非常值钱的股市 那么其实选择 极大一些专业 他的起薪也不见得就是低 同时的话呢 这个未来像我接下来会讲 有些行业 他的长期护城河 还是不错的 那么我们紧接着呢 会谈一谈一些专业 就尽量会讲一些专业 我不可能就说 利用今天来覆盖所有的专业 我只是就我个人的一些经历 包括申请的一些热门度 来讲这么几个专业 或者讲这么几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呢 就是说生物化学 包括生物医疗工程 或者说叫Bio Engineering Bio Medical Engineering 和Cap Engineering 就这个大的方向 我会讲一下 为什么我会讲这个呢 因为其实很多家庭 就是他们的目标 学生的目标是未来 想去学这个方向 不管是四年之后 去读医学院药学院 还是说去做别的这个内容 他们就很确定 要学这个方向 但是呢会很confused 说Biology Chemistry 这个Bio Engineering Biomedical Engineering Chemical Engineering 那么之间到底什么区别 这样我会讲一下 那么同时也讲一讲 为什么有些专业呢 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一个发展方向 第二个呢 我会讲物理 我把物理单独拿来讲的是 因为我个人认为呢 物理专业 能在本科阶段 听给学生的专业学习程度呢 远远超过我们一般的认知 就后面的slide 我会专门放页 大家就知道 其实物理呢 是一个很基础 大家知道物理是很基础 一个理科 但是呢 它其实和各个不同理科的结合呢 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所以我会单讲一下物理 第三个呢 我会讲一下 Apply Math和Apply Stat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呢 也是一个比较火的方向 就是说应用数学 数学统计 第四我会讲一下EE 或者说叫WE 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专业 其实是一个很老的热门的专业 我相信在座很多家长 如果您来到这个美国比较早 您应该知道 其实真正的 Software Engineer 或者Compare Size 真正兴起啊 就是说很多人开始转行 进入这个行业 或者说很多热门的学生来读这个行业 其实是2010年左右 是为了比较明显的分水岭 因为2010年之后呢 有很多的这个SaaS服务行业 他们的这个盈利模式呢 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就是那么可以很明显的挣钱了 因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就是Web 2.0 随着包括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这个普遍出现的话呢 需求量变得明显增多 所以导致这个行业很蓬勃 但一年之前的话呢 其实包括我之前的很多同学的 其实他们会想读的是EE 而不是说上述时候就读CS 他们很多人呢 后来去读CS 其实是做EE当中的一个分支 叫ECE或者叫CE 对吧 那么他们当中其实很多人呢 现在也不是说在软件公司 而是在硬件公司 他们的这个前景其实也是不错的 所以我会接下来讲讲意义 紧接着会讲一个专业 讲一个IE 就是说叫工业工程 我讲它原因呢 这个后面会讲 IE的话呢 是在工业当中 如果您是IEB 或者说您知道IE这个专业会 就可以理解 IE呢 是任何美国大学工程学院当中 和商科结合最紧密的专业 就是说如果我们接触很多孩子 就是说我们想学工程 但是这个孩子呢 其实说实在话 他不想学很非常hardcore的技能 不想说硬核的 当然这样的技能 因为他自己也觉得自己的这个 物理啊 包括一些能力呢 就是说不能够完全的去compete 但是他还是想学一个工程方面内容 并且呢 想跟商业未来做一些结合 那么我个人就会选择推荐IE 这个专业叫工业工程 最后的最后呢 我就简单说一下 就是讨论一个 就是说在任何榜单上 毕业起薪都很高的专业 就是石油或者说天然气啊 这样的一个工程方向 来给大家这个做一个讲解 那么我们首先谈一谈生物化学方向 这里我说生物化学呢 就是只是说 如果我们孩子 他本科 他学了这个biology 或者cantistry 这个方向 他这个未来 他会怎么样去发展 我个人认为呢 大概这么几条路 可以 这么多条路可以走吧 第一个呢 就是说很显然的 就是说我的孩子未来 就是本科念生物或者化学 之后未来申请医学院和药学 第二个呢 就是说如果您孩子 说我不想上医学院药学 我想上一些专科的职业学院 比如说养科大夫啊 对吧 这个全美有23个啊 这个可以接受这个啊 养科这个职业 这个培训的这个啊 这个学校啊 那么说我还想去做这个 那你本科学习 生物化学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根据全美养科的这个入学 养科学院入学的这个统计来说呢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超过60%的做入学的学生 本科学的都是生物或者化学啊 这个所以也是一个数据上的 非常好的指声 第三个呢 就是说这个就更不用讲了 说孩子其实就是对生物化学 科研感兴趣 那我更认为呢 他应该在本科阶段 学好生物或者化学 这个打打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之后去做科研啊 那么去最好能申请直播 对吧 就直接申请PhD啊 这个这个是最好的方式 如果不行 那就中间再找一个研究生 做个跳板 再往下来就是咨询啊 但是这个咨询 我这里必须要说 他需要顶尖 需要的背书 如果呢 就是孩子是在一个比较这个 reputable的这样一个大学 学了这个生物化学 其实他本科出了之后呢 去做咨询 咨询公司也很喜欢啊 因为大家知道了 这个咨询的话 其实呢 如果做专下性的咨询 对于这个consultant的背景 知识要求还是有的啊 所以说如果学生在这方面有背景的话 像一些啊 一线和二线的咨询公司啊 尤其是一线的咨询公司啊 他们还是很青睐的啊 这个也是啊 有很多的 再往下来的话呢 其实是法学院 我之前有学生的本科学生物化学院 后续呢 去念了JD啊 那么JD的话呢 他这个未来对他的比较大优势呢 是他可以做专利律师啊 这个也是比较吃香的 就当然我们知道 就是说你本科学IT 你可以做专利律师这些在 在这个弯区的话 可能会比较好 但是其实如果你懂生化的话 你可以未来就做专利律师 主体就是服务于生物化学公司啊 这种也是一个不错的分支啊 也也是一个很好的内饰啊 最最后的话呢 就是当然了 你如果选择在本科阶段 就是学习生物和化学 这种基础行业的话呢 相当一部分的美国学校 尤其是各个州的公立大学呢 一般都会提供一个这个 这个education的分支 就是说你可以在学这个专业同时 考教师执照 之后去做中学和小学老师 当然生物化学 基本就是中学老师啊 基本上呢 是这样几个分支方向 那么紧接着第二页呢 我讲一下就是生物化学 和生物化学工程的区别啊 生物和化学呢 主要讲的是广泛性的培养啊 这个学生的这个生物和化学方面的知识 孩子可以进入 包括家长可以进入任何一个大学的 生物化学的专业的课程当中去看 除了同时性的必要同时性的课程 如果这个学校就是搞核心课程 quare curriculum学校 那没办法 你social science humanities都要上购 那么只需要少量的数学和物理课 剩下其他的课程 基本都和生物化学相关 所以说呢给了学生足够的时间去探索 不管是深度和广度都可以完成 那么生物化学工程的话呢 因为它开设在工院当中 所以呢 你要学习更多的数学物理和工程的基础课 这样的专业呢 在一些这个搞pre-engineering录取 就要更明显 我们去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刚刚截止的这个华大 对吧 华大的话 这个engineer是搞pre-engineer 就是你进去之后第一年的话 其实上工程的基础 第一年之后你可以再选择 你既可以上了就选择说我要declare 那没问题 那您就算declare了 您上了还是上基础课 或者他还提供另一个选项就是 您上了第一年的孩子 就上pre-engineering 广泛性的再探索一下 同时上上基础课 大家接触之后 再declare一个工程的专业 那么这种方式下呢 好处呢 当然这个不言自明 学生可以学习很多工程知识 但是就像我讲的 如果呢 这个孩子希望在大学阶段 学习更多的生物化学知识的话呢 就会占掉他的一部分时间 是这样啊 而且更其次的话呢 他的生物化学工程 会像我该提到 会涉及工程系统和生物化学知识结合的 一些项目的完成 我们为什么说engineering都是unpractical 就是学生通过实验经验呢 可能更有助于他本科毕业之后 直接去找到一份工作啊 做一个相关的这个方向性 这个生物工程师也好 化学工程师也好 最后呢 我要讲一个 就是很多家长会说呢 什么是biomedical engineering 什么是bioengineering 简单点说呢 就是biomedical engineering 其实是bioengineering的一个分支 他着重研究的就是 和我们人体健康相关的内容 学习成果 最重要的成果呢 学生最后大四周的project 或者说capstone 这个看学校怎么叫它 是创造医疗领域能使用的新型工具 比如说我们看在医疗手术当中 用到的一些新型的工具 因为我本身我不是这个专业人士 我就不举一些具体的例子了 怕误导大家 但大家能想到的 在新型医疗当中使用的任何的器械工具 很多都是出自biomedical engineering的 这个之手 所以说这是往这个方向去研究的 这个不代表说 我的孩子本科学了biomedical engineering 一定就是说 未来就是 这个申请医学院啊 申请这个药学院的 这个准备上就一定比biology 和chemistry学生更加充足 那么我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啊 这个是Stanford啊 这个官方给出的培养计划 那可以看上方圈出来的 就Stanford说这个biology major 纵视什么呀 叫the biology major can serve as a stepping stone for a wide variety of career opportunities 这个就很明显的 叫stepping stone 对吧 就是我们执意过来 可能不好听一点 叫垫脚石或者垫基石 这样的啊 那么他所要培养学生的是广 就是广泛性的都让你去学习 让你为未来大家可以看到 医学院 牙医学院 兽医学院啊 这个做好准备 反过来讲呢 这个Stanford的这个 这个Bioengineering的方向 大家可以看 它有11个learning outcome 但其中第三个呢 叫design a system component of process to meet designer needs within realistic constraints 就是说需要学生能够基于 现实的经济环境等等等等 这些因素的限制去打造一个系统 而这个系统呢 要包含若干的组件 所以这就是我讲的 它是一个生物化学知识 和工程系统相结合的 这样一个教学模式 比较容易理解的 就是我刚才讲的 BioMedical Engineering的培养方式 其实很多是做一些 也许是医疗当中的心想工具 帮助现实当中的这个医疗实践者 去更好完成他们任务 这是一个区别 讲完这个第一方向呢 我讲一下物理 这个物理的话呢 这个大家好像觉得物理很基础 这个好像这个学了它之后呢 好像就业前进也看淡 那么我今天讲一下 就是说拓宽一下大家的思路 就是说物理的话呢 其实美国大学物理啊 让这些这个规模有一些的学校 因为文理学院 它不简单能开这么多 综合性大学的话呢 一般都会允许学生 在如下这个方向进行选课 或者说列为concentration Astrophysics 天体 Biophysics 生物物理 对吧 这个大家可能之前有些 如果您不是做这个的 可能都没听说过 这个Biophysics Computational Physics 就是计算物理 Geophysics 这个叫地球物理 这个其实是这个 更专的一个分类 接下来会讲 Mathematical Physics 是数学物理很好的结构 Quantum Physics 这可能是从名字来说 大家可能很多听的 对吧 这个叫量子物理 其中大家最有名的一个名词 叫这个Quantum Mechanics 叫量子力学 对吧 这个其实是很Basic的一个 可以说是20世纪 这个物理的这个发展 和发现当中很重要的一个topic 最后一个就是说 可以做物理的这个老师 对吧 他有很多的方向 大家通过这些方向 可以看到的 其实物理呢 其实可以和很多的科学 进行结合 也是事实上 也是很多科学呢 想进一步往前推动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力 接下来会具体讲一下 其中几个冷门的分支 我会具体阐述一下 就是说第一个是 我知道这个很多家 可能没听过 什么是生物物理 生物物理是生物和物理的交叉学科 简单来说 他研究生物的物理性 他是通过学习物理 来解决一些生物当中 不能解决的问题 他是通过研究生物的结构 而通过物理知识 去更好地解析生物结构 从而达到一些很好的目的 最 这个突出的一个例子 就是基因表达调控 其实基因表达的话 是生物或遗传 这个领域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而基因表达调控的话 如果一个生物学家 或者说一个基因学家 他只知道生物知识 他不知道物理的话 其实在基因表达调控上 都会遇到很大的bug 所以这是一个领域 那么这些领域的话 其实对于学习生物的学生 也是非常有作用的 第二个的话 就是有些家长不知道地球物理 地球物理的话 其实是通过物理方法研究地球的自然科学 一般毕业生的很多会去自然资源企业 很多其实世界上的大型的自然资源企业 都会招一些学地球物理的学生 就比如说大型的石油公司 天然气公司都会招 同时的话 如果您的孩子本身就在美国有身份的话 其实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 也会招这样的专项性人才去做环保 或者自然资源防护方面的问题 最后一个就我刚才讲量子力学 或者量子物理 这个量子物理的话 其实它的发现已经很多时候 我们正常生活了 就是只是我们可能只知道它是物理 并不知道是量子物理的一个具体的 研究成果 半导体 激光 核磁共振 原子中 包括量子计算机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量子物理的 这样一些分支 我讲到这里的话 其实很多家人会说 我知道了 Thomas老师意思就是说 你家孩子如果想学计算机 但是又进不去 我们就选物理 我们就选量子物理的方向 就更加好近 我要讲 我并不是想做这样的引导 第一就是说 大学看到你任何申请的profile当中 其实很重要的是资源的匹配 如果您的孩子之前 什么在这个方向的物理都没积累过 也是很难说服一些 很competitive的大学去录取您的孩子 去录取到他们的物理 量子物理的方向 我讲这些观点的一个主体思路 因为我接触到很多学生 其实他是对很多领域都感兴趣的 并不是说只是学习计算机 他其实对很多生物物理 或者很多一些物理和地理的结合 其实很感兴趣的 那么基于他所学习和积累一些材料的话 也未见得受一定我们就要去硬碰硬的 冲一些录取率比较难的专业 对吧 就是去升competitive science这样的专业 那么我的一些学生的话 前期我一般就会发掘他的一些这个evidence 帮助他引导去一个更加适合的方向 比如我就有学生的 其实本身自己对量子物理方面 其实做了很多研究 或者说他对这个感兴趣 那么我可能就会倾向于给学生 往这个方面做一些引导 给他找一些资源 当然了这个物理这个方向 做一个高中生 很多内容是很难做的 但是做出相关的学习 向大学展示出相关的热情 提供证据 对于获得这些专业的录取 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规划 前期的规划也是重要的 不是说你上来那一刻 听我这一讲就去申请 这个科技大厂的话 其实在量子的计算领域 是不断的发力的 如果您本身在这些大厂 应该会知道 这个是他们其实投入很多的资金 和人力去做的东西 它不是就是说停留在表面 对吧 就是我们看到了 但是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其实像右边的这个微软 它的这个研究中心当中 会有专门的大量的 去做quantum computing的资源 这个微软的话 它本身也愿意提供一些 这个free resource 给愿意成为这个叫quantum computing 就engineer的人 去做一些培训 大家可以取他的网站 看他定期 或有一些workshop的更新 那么为什么他做这个事情 因为事实上如果quantum computing 能够不断的进步 甚至对于提高云计算的 这个运行能力是非常有 可以说是有显著性的提高的 对吧 因为作为这些科技大厂来说 目前客观来讲 如果您对这行业了解的话 就是他们这些大厂当中 只要有云计算业务的 很多一部分的主体盈利 现在是靠云计算 我们说Amazon AWS 这个Microsoft的这个 这个Ager也好 或者说是谷歌云也好 都是他们的盈利当中的很大一部分 而且也是他们逐渐向 在上面继续发力的一部分 我知道很多家庭会说 这个家长或者学生提到说 提到说要去做web 3.0的内容 但我想讲的话 但我只知道我个人看法 就不管是web 3.0 能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气候 那么他对于云计算的需求 我认为是非常刚兴的 就是说可能最大的赢家 最后还是像AWS这样的 Cloud Server的一些提供商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一个学生的热情很重要 如果这孩子对物理很感兴趣 他也愿意在大学中 进一步学习Quantum Physics 当然这是个很难的topic 但是如果他愿意学的话 其实他未来呈现的护城河 其实是会很好的 如果他能成为这个大厂当中的 这个Quantum Computing的 这个Suffer Engineer 或者Engineer的话 他的这个职业的安全度 远远好过一个 我们这个 比如说这个通常意义上来讲 Suffer Engineer 而通常意义上来讲 Suffer Engineer 你学Computer Size的话 你其实无法学到这些 Quantum Physics的内容 所以这个是一个 给大家一个新的角度 去谈这些内容 再简介我们谈一谈数学和统计 数学统计的话 这个非常基础 加利略曾经有一句话 叫数学是自然这本书的语言 那么我自己改变一下 如果数学是自然这本书的语言 统计就是利用这个语言 去更好解释世界的那种方式 因为统计更多的是 结合着如何合理的收集数据 分布数据 解析数据 来给我们的生活提供更多的帮助 那么如果学生很希望学习 这个计算科学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计算机 或者说数据科学的话 大家本科又由于 中文原因不能读的话 其实数学统计 我身边也是很好的替代专业 对吧 这个去到这些专业当中 打好一个基础 而且很多的 这个大学的数学专业当中 都会开始一个 computation的这样一个分支 供这个学生去做学习 是这样的 不过就像我刚才提的物理一样 就是临时抱佛奖 可能都不是说最佳的方式 因为如果我们的目标是 未来想在这个方向去做申请的话 像现在这么激烈的申请竞争 提前都要做一些准备 提前做一些物理 统计方向的准备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是说我申请的时候 勾一下选项就可以 对吧 这里我随便解了个 觉得几个UC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 就是说很普遍 就是说数学领域当中有 计算机和这个和Data Science的分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方向 但是我想这样去讲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建议学生功利的 就是说我为了去学这个 觉得说这是取权救国 我未来还想当Suffer Engineer 我要讲的是什么 如果您的孩子读的是Math S这个分支的话 这里面呢 其实会有大量 还是会有大量的课 是数学的课程 这些课程未必啊 和我们传统译上讲 找一个软工的工作 会直接相关 他更多的是给学生提供 未来长线发展更多的基础 我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学生在本科学习数学统计 打更好扎实的基础的话 其实未来做一个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他走的路 要比一个本科只学计算机 我个人认为要走的更长 这个就是由他 这个机器学习工程师本身的特性 来这个决定的 对吧 但如果您的孩子 就是说我其实未来的出路 或者说我的孩子 就想当一个叫Full Stack Developer 比如我就想去做网站开发 甚至有的家庭说 这孩子说 其实我就对钱都要感兴趣 对吧 你不用跟我讲 这个一些 其他的一些弊端 那其实你学这个专业的话 很多课是不能帮助你 去学习这个frontend的知识 所以这个大家也一定要 这个想清楚 结合学生本身的特点 再去做选择 接着就讲一下意义 这个意义的话 我讲的篇幅就比较小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意义的话 其实本身在很多学校 就跟CS一起开的 最典型就是Berkeley 对吧 ECS 它是有原因的 因为其实CS的话 更偏软件 课程开设 意义更偏硬件 所以说呢 开在一起学校 是给学生提供 有完整的教学体验 就是希望这个毕业生 软硬件解渴 这个是一个很好 我个人也很 我很同意的 这样一个课程设计 当然在很多学校 它也是分开开的 对吧 你可以选择CS 也可以选择E 甚至有学校呢 还开设这个 ECE或者CE的专业 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呢 就是说 我要提的一点 就是说 很多学生会说呢 我想取钱救国 对吧 我知道E好像容易录一点 这个 但是我未来还想做软工 就跟前面的情况一样 那这个问题是 就是说E的课呢 会上 跟CS想比的 会上相当比例的电磁 比如说Signal Control 或者说是电路设计 或者说这个电路的课 这些课程的话呢 这个学生申请钱 要看看自己是不是适合 自己是不是真的感兴趣 因为我知道很多学生呢 在高中阶段呢 这个其实电磁的部分 学的是不好的 甚至是没怎么学的 那么完全就是因为 这个职业上的这个冲击 觉得E和CS比较接近 升表CS就是 那这些学生 很多间大学是吃亏的 是这个很容易掉坑的 因为E的整个学习强度 是挺高的 而且学生的整理质量 有机会好的学校 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 这个一定要想清楚啊 再去做这样一个 相关的选择 再紧接着呢 我会谈一下这个工业工程 这个IE啊 这个工业工程的话呢 这个我之前有朋友啊 这个我们之前的同学啊 他这个因为IE的全称 叫Industrial Engineering啊 反正我刚开始问他 什么是Industrial Engineering的时候呢 他就会自嘲 他说我们这IE呢 叫想象工程 这个叫Imaginary Engineering啊 他就是自嘲 说自己的学的东西不够硬核啊 就没有其他的工程专业硬核 但我想说呢 其实这个啊 就是懂得自嘲的这个专业 对吧 这个其实做的结果 未必会很差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在全美任何榜单的 就业体系当中 前十啊 不管他怎么排 一般都有IE 一般都是Industrial Engineering 那么Industrial Engineering是什么呢 事实上在很多大学的工业工程 会和系统工程一起开 之后呢 他的核心呢 我用一句话总结 他我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他是通过将数学知识 运用于商业过程来改善企业的运行效率和产出 这是他这个专业所研究的比较核心的内容 那么继续第二个内容 他叫广泛的学习各方面的知识 即便是他这个工程专业 对吧 那工业工程在一般本科阶段开工业工程的学校 都会学这方面内容 第一设计工程 系统工程的课 经济学的课 商学的课 供应链的课 基本都要学 当然像供应链的课 这些课程呢 就是后续分concentration 因为IE的学生的话呢 在北美来说呢 很多人其实是去大型生产企业 比如说这个我为我之前同学来举例了 有去这个大型发动机制造公司的 中西康明司的 对吧 也有去汽车制造业的 也有呢 去这种我们二熟能想要这些IT的 但是偏这种生产的方式IT的 像苹果啊 这个包括像可穿戴设备啊 这样的企业都是会有的 对吧 所以说呢 就说如果孩子本身啊 未来想通过把理科知识 更好的和这方面去结合呢 我觉得IE呢 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一个领域啊 还有一些学生 他会去选择医疗健康 其实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啊 这个现在的情况 我没有非常了解 但是之前的话 其实很多IE的这个毕业生 尤其是留学生的 这回国的之后的话 他其实愿意去这些医疗健康 设施的行业 他们会招一些这样的学生去做啊 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医院做药品分发的设备啊 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去任何这个pharmacy的地方去去啊 其实背后都有一个设施来传送这些药品啊 其实这些的开发 其实很多是由IE的人去帮助研发的啊 就是怎么样提高的这个专送效率啊 包括流程管理等等 所以呢 也是一个我认为还是很promising的一个方向啊 大家看到这个这里我 就是结合我这件事 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就是说啊 这个是Georgia Tech 对吧 Georgia Tech就是从各个榜单来看的话呢 从US News榜单 它是全美No.1的IE这个大学 从别的榜单来看的话呢 Anyway他出不了前三 大家可以看一看 他的本科阶段学哪些领域的知识啊 数据科学知识 他会让学生学一些 经济金融系统的知识会学一些 Operations Research 运筹学会让学生学一些 当然了 就是说Advanced高级运筹会学一些 统计会学一些 供应量会学一些 通时类的IE会学一些 所以说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 一个这个标杆性的学校的课程设置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这样的专业啊 那么这样我总结一下 就像我之前所说的 这样的专业的话呢 其实呢 我认为并不是一个差的 这个工程专业的选择 只是很多家庭呢 觉得它不够硬核 但是呢 我就讲还是那句话 取决一个学生本身自己的一个 对于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定位啊 和自己学术的兴趣 最后呢我讲一讲这个石油工程啊 这个石油工程 那是一个专注 就如同他名字一样 是帮助学生学习石油天然气生产管理啊 这个全流程的一个这样一个方向啊 就是说 学石油工程的话 不只是你只学习这个开采生产 其实它所有的 我能看到的 patroller engineering的课程当中一定会管理 因为它是一个这个end to end 它是一个从头到尾的这样一个 它想培养这样的人才 对吧 那么石油工程的话呢 我认为需要什么 这个是适合什么样的学生学习呢 就是数学物理化学方面 在高中间的比较好 生物呢不见得 但是数学物理化学要好 同时绝大部分开设的专业的学校呢 也会开一些地质学的课 就是这个也是跑不掉的 因为这跟开采相关啊 所以基本上还是这样的一个课程结构 那么本科阶段开始这个专业的学校的不多 这个通常都集中在这个 这个自然资源或者油气 这个比较这个爆棚的省份 德州啊 奥克拉罗马啊 新墨西哥啊 就这些地方啊 这个会开这样的专业 当然我们知道全美啊 这个想学这个最好的去书 应该是去UT Austin啊 这样的方式 当然呢也可以去别的地方啊 比如说这个 奥克拉荷马有一个私立学校 讲Talsa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啊 毕业生之后呢 就是说很多人会选择去石油和天然气素工程师 这个领域呢 就是一个 我怎么讲呢 就是一个专业本身 这毕业生也没没有那么多 因为他专业开的不多 需求来没有那么大 啊 从职业竞争来说呢 有不能说没有 尤其是随着这个近些年 对吧 这个这个世界很多国家对global warming啊 对这个气候变化啊 对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化石燃料的一些限制啊 会有 但是呢 整体来说 你就是如果学生在这个方面感兴趣的话 其实在最后的一条职业路径的是比较清晰的 当然也有很多学生会加入一些这个资讯公司啊 去做这方面的单独的咨询 啊 也有学生 我也有学生专门呢 去后面考JD 去专门做一些跟石油相关的或者自然自然相关的律师 这个方向其实我认为还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方式 而且呢 啊 我了解到的很多学生学的这个方向其实就以前的并不差啊 因为这个专专业的需要很需要这个lion对于石油和天然气本身的基础知识有很好的了解 才去做这个方向啊 啊 这个美国也有一些大学啊 的这个法学院当中JD专门会开持这个方向的分支啊 这个收入各方面的话呢 其实据我了解也是比较可观的 所以给大家一个提示 最后呢 我就来讲讲这个怎么准备stamp专业的申请 这个啊 因为这个stamp专业每个都不一样啊 我没办法每个展开来说啊 而且跟学生的个体的情况有关系 那么我就笼统的就是说对所有专业都有帮助的一些东西 我提示一下 我刚才提过了 就是你是你任何一个stamp专业 你一定要认真去了解 就是来看一看你想学的专业的所大学教的知识和这个内容 是不是和学生判断和家庭预期是一样 举个例子就是物理专业对吧 你对物理的喜欢啊 这个是不是单独满足你 以及你对物理的不喜欢 是不是因为你miss掉了一些 他可以提供给你长期走得更远的一些知识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对于感兴趣的相关专业的学科呢 在学校要做最挑战性的课程 啊 学校不开的话呢 你学有余力就去选择这个线上学习 自学啊 去完成这个比较典型就是AP 啊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第一步的话呢 你一定要先挑战你身边的资源啊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我举个很简单的例 就是说啊 我们作为顾问呢 一个很大的作用是帮助学生去判断 他适合在什么阶段念什么样的课程 以及他适不适合在某个阶段去上一些线上的课程啊 以及他学这个线上课程 对于他目标区的学校帮助到底有多少啊 那么 我有学生会说我们的学校这个资源太少 Foreign Language的资源太少 我有没有必要额外的去上一个AP的Spanish 去我目标的学校 那我就会给他一些建议啊 就有还是没有基于他去的这个学校 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如果上面都可以很轻松的完成的话呢 可以去做一些拓展的科学研究和学科竞赛 学科竞赛呢 我大概是之前 差不多一个月之前做过一次讲座 大家可以看 已经上传到我们Inliteens的这个YouTube上面 大家可以去找 那里面我对这个各个基础学科的竞赛的流程 筛选逻辑 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 大家可以去看 除此之外 你可以做一些科学研究 但是很坦白的讲呢 你科学研究的话呢 尤其是你做基础科学的科学研究 还是要借助一些过硬的大学开设的暑期项目 和高质量的第三方科研平台去做的 这个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举个例子 我的这个学生当中有的物理很感兴趣 对吧 他想做这个Quantum Physics研究 他说有没有什么自己可以做的 我说你自己可以做的 是去看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reference和一些教材 但是我跟他讲 我说你自学的难度会非常非常高 而且你也做不出任何的结果 就即便你不是说做Quantum Physics 你就说做基础性的Physics 一些科学研究的 所以高中生活非常非常难 没有人给你做指导的话 你觉得这个入门的非常非常难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因为我今天提到STEM和Compare Science 做项目的难度 我认为差别非常大 Compare Science的话 经过一定的程度的引导 很多学生都会在高中阶段 做几个项目出来 大的小的 对吧 可以做网站 可以做APP 甚至有的学生可以做 使用度非常高的API 第三方的接口 都是可以做的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 它本身对于设施的要求 没有其他一些像Compare Bio 这些要求那么高 对 那么我们经常给学生做的 就是还是讲我们顾问的作用 就是帮助学生去筛选一些适合他的 他能够申请到的一些这种项目 来帮助他逐步的去入门 去提高 有些这些项目的是线上的 有一些的是线下 有一些的是暑期的 有一些是平时在线都可以上 这个也是我们给学生一对一的时候提供的比较多的一个服务 好 这个是我今天讲座的部分 做一个我们这个假期 这个Winter Break的这样一个 SAT ACT Bookcamp的一个推广 我们SAT ACT Bookcamp的会在12月27号到29号 以及1月2号到4号进行 允许就是学生只做SAT 只做ACT或者SAT ACT都做尝试 很多家庭会说呢 这个很多学校都test optional了 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考SAT ACT 我可以很严谨的说 我们之前这个结合最新的一些policy做了一个统计 我们以美国前50的大学来说的话呢 接近一半的学校 他们现在对于明年是不是要SAT 是undecided 他们还要再看 各一半的差不多10%左右的学校会说 我一定不要或者一定要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我会推荐我的学生还是去做SAT ACT的准备 除非讲说您的孩子就说 我们就申请这个叫Test Blind学校 就像UC这样说 这个已经很明确了长期做Test Blind 那这个ICT无所谓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的话呢 我们还是建议去做SAT ACT备考 我们的这个备考项目呢 这个Book Cap之前给学生做 一直也获得了比较好的评价 那么如果您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扫描我屏幕上的这个微信的二维码 可以添加这个Lindsay来做更多的咨询和沟通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座的部分 谢谢大家 感谢Thomas老师今天带病上阵 为我们带来了干货满满的分享 非常不容易 希望今天Thomas老师的讲座分享呢 能给屏幕前的家长和学生带来一些帮助 如果大家之后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我们SAT Winter Book Camp的内容呢 也欢迎大家致电 发邮件或者微信联系我 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Enlightings的服务 也欢迎大家联系我们 或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咨询 之后每期的讲座预告呢 我们也都会在我们微信群中发布 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微信群 可以添加屏幕上的微信 我也会邀请您入群 那么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周六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